美国癌症协会在蒙市的巴恩斯公园举行了南加华人抗癌接力大会 在活动上有年轻的癌症幸存者到场发表演讲 分享他战胜癌症的经历 当天也有近百位的癌友到场为癌症的患者加油打气 在抗癌大会当天 国会议员赵美新 萌市市长陈赞鑫 以及萌市市议员林达坚 到场感谢癌症协会为癌友提供的帮助和支持 并鼓励社会各界为抗癌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南加华人抗癌接力大会主席黄妙荣表示 抗癌协会募宣的资金将用于癌症研究抗癌教育等工作 抗癌接力是美国癌症协会里面一个最代表性的活动 它的活动最主要是在募款 那募款是主要来支付癌症协会所办的各种活动 这个活动有四个活动 一个是癌症的研究 立法 还有一个癌友的服务 另外一个教育 为了更好地鼓励癌友坚强抗癌 主办方还邀请了13岁的血癌康复者 来和大家分享他战胜癌症的心得 天下卫视记者马俊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